好 什么事情都有得有失 今天交点人物来看 刚拿下金钟奖的莎莎 虽然刚得奖 不过最近传出健康亮红灯 她说她打算要休息个半年 因为长期主持外景节目 看起来好吃好玩 一个月都在外面 不过呢 也非常辛苦 作息时间不正常 导致她内分泌失调 而如果她真的 暂时放下主持工作的话 那么半年内将至少少赚84万 你现在是有演犯内观吗 没有没有 合幻生一打一唱 主持模仿节目 莎莎表现亮眼 节目上个月才夺下金钟大奖 现在却传出 莎莎因为身体出状况 打算吸引半年的消息 就是过于饶累吧 导致内分泌失调 因为其实她一个月有 有半个月的时间都在出外景的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休息 像我们一般人都有周休二日 她是根本不可能 她里面那个料好多 节目上莎莎总是展现活泼好动的一面 不过长期作息时间不正常 导致莎莎无法好好休息 内分泌失调 因此打算向主持多年的外景节目请长假 她会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又再回来 希望是半年啦 希望休息半年 对 希望休息半年 但是如果她身体状况好一点 我们当然可以赶快赶快回 就是回去上班最好啊 初步估计如果莎莎暂时停止 主持外景节目 半年就会少了84万元左右的收入 不过经纪人表示 莎莎的身体健康 才是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事情 真正谈如意台北三方报道